字幕提供 拍一条路给大家看 你敢走吗 九龙坑山竟然可以变成这样 走一转 结果走半转就回来 在葡头的村一路走过来 看到这个公历 我们直走少少转左 其实我们会看到前面的路牌 也写着九龙坑山转左 走前三四十米左右 转右就可以入山 很快就来到这个入山位置 我们沿着这条 绿色栏杆的楼梯上 为什么又走九龙坑山呢 因为下了一个多两个星期雨 坚持都没停 早几天还红雨 走这些路就最安全 说起安全 早几天有人走山羊坑那边的石垫 横冲石垫 结果就是遇险 我们最好就是下雨 或者下了几日雨 最好不走石垫的地方 因为毕竟都是危险 其实很多地方都危险的 不一定石垫的 如果那些地方湿滑 本身有很多的泥 下了雨之后 就很容易陷陷陷陷陷 世界的危险 当然是怕洪水冲走 从山脚到来十分钟 有个宝贝标高处 不知道请来干什么 这里有个休息亭 但就没人坐了 今天上山一个人都看不到 因为刚才下了很大雨 现在稍停日 趁这号下少少楼梯 回一回气 说说为什么下雨都行山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选择 做运动 原本是打球 但打球实在设不了场 今时今日全香港的体育馆 大约是十个开两到三个 根本上很凄凉 你想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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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政府常常说人家炒场 我知道炒场是不对的 但问题是因为场太少 如果你开了场 他们都没得炒 都不需要杜绝 他没什么好炒 但因为迫到这么少场 个个都想运动 社交距离措施 早前行山都说要戴口罩 打球场就封了它 然后将场馆用来做 就是检测打疫苗 打疫苗都算了 核酸检测的体育馆 根本上都没有人去 一天都不知道有没有十个八个 那你完全浪费了设施 公共资源不是这样浪费的 但是又很奇怪的抗疫措施 我都不敢说是对还是不对 但是最近欧洲有比较详细的 研究报告 显示了社交距离措施 的确能够减低新冠的感染 但是同一个时间 其他的疾病是多了的 其他的疾病包括精神病 抑郁病甚至自杀率 都是多了的 你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 低菌低病毒的环境中 搞到自己没有办法 適应其他的菌和病毒 所以即使你是不染新冠 你染其他病的机会是大些的 其实最终抗疫的措施 究竟对人类整体是有益还是没有益 真的不敢说 拍一段落着雨担着傘的上山片 给大家看 看来 走了二十多分钟 来到天后架的山河 因为雨太大了 看看休息了几分钟 如果停雨继续行 如果下雨继续行 这个不是坚持 因为其实这种雨 问题不是很大的 看来我们现在要沿路 经过这些 好像小河流那样上 那我们算不算石垫 一个泥垫呢 或者河流呢 其实不是的 这里只不过 平时是泥路来的 它就 下雨多 積了水一直沖 起码它不会变成洪水 因为这个山只有 少过二百米的海拔 而基本上是干涂的山 它不会储到什么水 就算储到的水 它也不会变成洪水 如果你是大山 就要很小心 比如那些八仙岭 大帽山那些 就算是这些泥路上的溪流 你也要小心一点 大家不要以为 这样的路况就没有人走 我上来大约是半个小时到七个字路 竟然对头是有四个人 分别这样下山的 有两个还是粗山的 跑着落的 我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因为跑着落 对脚的肌肉的要求很高 如果不是很容易滑 或者出事 上来玉秀峰 又游干净了 连二百八十八米的字都被人游了 只用了三十五分钟 可能因为没有太阳 不太辛苦 计算我刚才减了 在个亭路休息了五分钟 其实三十分钟 一条气走上来应该都没问题 今天状态不错 继续在这条路上 继续上九龙坑山 刚才说相对没那么危险 其实这条路呢 因为刚才我说了一些石垫 出事的石垫 这条路是相对石垫没那么危险 是相对容易一点 所以大家看一遍自己衡量一下 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然后再决定究竟上不上来 或者选好天 选一班人一起上来 可能稳固一点 上到半山竟然有这样的奇景 遥望四周都烟雨淒迷 山顶还看不到 但是远景呢 竟然有一丝阳光 那里应该是马鞍山 挺漂亮 上到海拔三百米 又听到行雷声 真的没命 我决定又回头了 不要搏 不要冒这些险 刚才明明好天 幸好一阵天 好了 今天就这样 下次再见 同一个山峰 今天来到这里 拜拜